别烦恼 李家每三年都要参加贡末竞选 可至今都没有成功 并不是李家实力不够 有时啊 完全是运气不佳 竞选贡末 实力只是一部分 运气也同样重要 李老掌柜的道 自当年李家在贡墨上出世后 就再也没有竞选成功过 真娘也只有点点头 这事情她帮不了什么 八叔公 八叔婆 嫂子 真娘 就在这时 虚眼的院门被推开 金花姑姑带着润鸽进来 手里还跨着一只大大的竹篮 她一进门 真娘就闻到香味了 金花姑姑 你篮子里装的什么好吃的 真娘笑嘻嘻地站起来打招呼 又朝着润鸽招手 真娘这鼻子就是尖呐 明天不就是二月二了吗 我做了点米粉蒸糕 拿了给大家尝尝 金花姑姑乐呵呵地道 你这丫头 扫不扫啊 一个大姑娘了就知道吃 赵氏在一边没好气 随后又冲着李金花道 金花儿 这么客气干什么 这哪是什么客气 不过是一些随手做的东西 要真是客气 我还拿不出手了 李金花笑嘻嘻道 赵氏便爽快地接过了 这时喜哥儿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先是将放在篮子最上面的几只松枝 抓了丢在地上 然后掀了盖着米粉蒸糕上的白棉布 就抓了几块蒸糕 然后又扯了润鸽出去玩了 别跑太远了啊 我们一会儿要走 一边金花姑姑连忙扯着嗓子道 知道了 喜哥儿的声音远远地传回来 这臭小子 真娘看着地上乱丢的松枝 没好气地骂了去 然后把松枝捡了起来 这晒干后还是当引火柴的 在篮子上放几只长青的松柏 是灰州的一个习俗 意味着万古长青 就是一种吉祥之意 拿起松枝 真娘正打算丢到一边 只是那眼光突然地落在松枝折断的截面上 上面泛着一点蓝阴阴的光 真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连忙又仔细地看了看松枝 果然苗头的松枝尖子全都发黄了 糟了 这种情况若是他没有猜错的话 那便是松陷虫病 这种病对于松木来说是致命的 古代亦有这种病 历史记载出过几次 古人称之为松温 金花姑姑 你这松枝是在哪里折来的呀 真娘连忙问道 就在庄里的松场啊 李金花理所当然地道 真娘 怎么了 李老掌柜看自家孙女神色不对 连忙问道 真娘也不敢肯定是不是松温 也就没有大声地嚷嚷 只是拿着松枝凑到自家爷爷身边 把那些有发蓝的截面给自家爷爷看 然后道 爷爷 好像是松温 松温 肯定吗 李老掌柜的听到这两个字 嘴角一阵抽 每一次松温 对于至末夜来说 都是一场劫难 虽然现在许多末房开始用铜油 但松烟仍是重要的原料 尤其是贡末 讲究古朴中正和气 其重要原料就是百年松树 这百年松的烟煤 是其他任何烟煤取代不了的 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 我想一会儿跟金花姑姑去松厂那边看看 真娘道 这种事情你一个人却不行 这样你叫上九叔公一起去 他当年见过一次松温 李老掌柜的道 真娘点点头 这事儿若是自己确认的话 末房那边也必然会派人去看的 不如叫上九叔公一起 省得分两次跑 金花姑姑这回是带了三篮子米粉蒸膏 七八九三房 每房一篮子 真娘便陪着她跑 先去了七房 然后再去酒房 见到九叔公时 真娘便悄悄地把那段松枝给九叔公看 然后说了松温的事情 九叔公一听 眼睛立刻赤红了起来 连招呼李金花喝茶的客气话都没有 立刻让李金花带着她和真娘去松场 真娘从来没想过九叔公会这样 此刻九叔公站在松场里 几乎是嚎啕大哭 那声音苍凉至极 让真娘不由地想起穿越前 因末夜的衰落 自家爷爷最后摘取李氏末房的招牌时 当时爷爷一人躲在房间里 压抑地哭嚎声 跟如今的九叔公毫无二致 真娘这时自不打扰九叔公 只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一边 心里却想着遭此松温 李墨今年怕是又与共莫无缘了 毕竟松场出世 置墨材料必折损大半 李墨哪里还能拿得出共莫所需的量 啊 走 回去了 九叔公仰天长叹 然 终究活了大半辈子 经历过无数挫折 松温来了固然可恨 但却还需振作 嗯 真娘应声 扶着九叔公下山 两人一路回了城 真娘啊 你回家后 让你爷爷来一趟磨坊吧 进了城 九叔公冲着真娘道 好的九叔公 真娘点点头 此刻 李老掌柜的在家里 意识急得如铁锅上的蚂蚁 好不容易 等得真娘进家 便贺问道 咱们呀 是松温吗 是的 真娘点点头 随后道 爷爷 九叔公 让你回莫坊一趟 好 好 我这就去 李老掌柜 二话不说 抬腿就走 吴氏匆匆地进了屋 拿了一件厚凹子出来 递给真娘 真娘啊 你陪着你爷爷一起去 外面已经傍晚了 回来 还不定什么时候呢 哎 真娘接过衣服 重重地点头 就追着自家爷爷的脚步 出门了 爷孙俩一路急行 没一会儿就到了李府 九叔公已经先一步到了 八叔啊 李墨又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了 以前的一切都放下 这次还请八叔 助我肚子难关 七老夫人 见到李老掌柜进门 直言地道 七嫂客气 我将竭尽所能 如今 当午之急 先要稳住松温的事情 在其他的墨坊 尚未反映过来之前 到外地采购松木 二 是退出此次贡末的竞选 李老掌柜的道 颇有些壮士断腕的味道 退出贡末的竞选 不行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次 罗家出局 我李家正当其时 又有颜公公相助 此时是千载难逢之计 若是此次退出 必为成事所得 成事实力 如今已不在我李氏之下 若得贡末之机 必然发扬光大 到得那时 我李末再想从成末手里 抢回贡末制造 那是千难万难了 一边 李金河 拧着眉头 道 不行 必须放弃 一来 不知是田家 还是成家 在背后运作 将真娘救了 严小姐的事情夸大 而历来 监末官和末物官 都是面和心不合的 那时 必因起末物官的针锋相对 与我李家 没有半分好处 二来 至此松温 末房只能靠采购松木来支撑 成本 必然加大 再加上 松温一旦传开 松价必然大涨 到时 一些商家 便会囤积松财 代价而沽 至此 万一误了 共莫交货的时间 反而是获释 李老掌柜的道 李金河不说话了 知道 八哥说得在理 只是狠狠地咬着牙 他不甘心呢 好 此时 就按老八说的办 李老夫人 一锤定音 又冲着李金河道 老九 才够松木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好 七嫂放心 李金河点点头 道德此时 也就只能这样了 就这么定了 七老夫人 坐镇末房 一旦松温传出 这灰州 这灰州 至末夜 还不知有多大的乱子呢 屋里 三老谈完事了 也都松了口气 而此时 真娘 就在外面厅上 陪着几个 伯娘 沈娘 和嫂子聊天 真娘啊 你爷爷和七祖母 和九叔公 在里面好一会儿 在聊什么呢 一边七房的三婶娘 田氏 挑着眉 问真娘 这田氏 便是田本昌的姑姑 如今 不过刚刚三十 再加上保养得当 看着年轻得很 只不过 都是寡居之人 衣服 进阶宿色 真娘记得 祖谱上 她最后的结局 是归田家 为己 祖 想着 未免暗自叹息 只是 如今田氏 问起这个 她暂时 倒不好说什么 毕竟 如今田家 也进入了 至末一行 这松温之士 不宜 宣于她之口 于是道 田氏娘 我倒是不晓得 你怎么会不晓得 听说 你下午是跟你九叔公 一起出城的 那田氏 继续打听着 真娘心里 有些不高兴 这三婶娘 问自己这个晚辈 打听长辈的事情 本就不对 只是 她难得来 嫡宗这边 三娘 是嫡宗这边的长辈 她总不好 挤兑她 三弟妹呀 真娘一个晚辈 你跟她 打听这些做什么 一会儿啊 婆母出来 你自问她不就是了 此时 一边一直埋头 在叼着 墨叼的皇室 抬起头来 淡淡地道 皇室 是七房的二婶娘 是灰州皇家人 一手木雕手艺 相当不错 皇室一句话 读得田氏没话了 兴兴地喝着茶道 啊 我就随便问问 一时间 屋里气氛 有些尴尬 好在这时 三老从书房里 一玩事情出来了 随后 李老掌柜 告辞 带着真娘 一起离开 天色已晚 正是月头 天上无星无月 真娘提着风灯 掺着自家爷爷 小心地走 爷爷 事情怎么解决啊 真娘好奇地问 先趁松温的事情 还没传出 从外面购买松木 另外 退出贡墨竞选 对了 松温的事 别说出去啊 李老掌柜 叮嘱道 能瞒的一日 李家购买松木 就能占一日之机 我晓得 真娘点点头 跟她之前预计的差不多 李墨果然退出了 共墨竞选 不一会儿 爷孙俩回到家里 一夜无话 第二天 九叔宫那边 就带着两个墨迹的小管事 出城 跑采购松财一事 虽然有松温的威胁 但对真娘 这小打小闹的没影响 她主要是用铜油烧烟 因此第二日一早 她便依然背着那个墨匣子 去四宝街卖他的墨 而果然 李墨退出贡墨竞选 引来一片哗然 众人不明就里 最后只认为 是前段时间的孙氏盗密案 给李家造成影响 当然 亦有人想着 怕是另有原因 李姑娘 你七祖母 为什么突然宣布退出 共墨竞选呢 今年可是对李墨最有利的一年了 真娘在摆摊的时候 成三老爷子 挪着步过来 先是方看着真娘制的墨 随后 有意无意地问 三爷爷 我七祖母的心思 我这个做晚辈的如何能知晓 真娘笑嘻嘻地道 真不知道 成三老爷子吹着胡子 不知道 真娘道 随后又迈起了关子 不过 不过什么 成三老爷子眼睛一亮 连忙问 还不是成爷爷 你们做的好事 真娘一副心知肚明的神色道 我做了什么好事啊 成三老爷 莫名其妙 如今外面传言 因我救了严小姐的事情 李墨已经被内定制造共墨 其余各家均是陪考 这事儿 成爷爷难道不晓得 真娘反问 自是晓得 只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成三老爷子 一脸纯粮地反问 难道不是你们成家 故意将事情传大的吗 真娘反问 哪有这事儿 成三老爷拾口否认 不过 老脸不油得一红 这事儿 虽是田家先传 但成家 山风点火的 也免不了 真娘 笑嘻嘻地嘶了两下 气得成三老爷子 一甩袖子 回城市墨轩了 三叔 怎么样 那李姑娘怎么说 墨轩里 成少爷 成大约问道 这死丫头 精怪得很 口风也紧 不但什么也没问出来 还被她挤对了几句 成三老爷 没好气得到 随后问 大约啊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嗯 之前李家 无任何异常 就是前天 那李姑娘 突然陪着李九爷出城 去了城外松场 回来后 当晚 李八爷 李九爷 都出现在墨房那边 不知商量什么 昨天一早 李九爷 就带着墨管的 两个小管事出城了 坐着船走的 成大约道 去了城外松场 你再去找人打听打听 松场出了什么事了 再让人一路跟着李九爷 看他们干什么 我总有一种感觉 怕是有大事发生 要不然 李家不可能放弃这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的 成三老爷道 好 我再去打听 成大约 点点头 便又急匆匆地走了 你们李家 发现了松温的事情 真娘 此刻正坐在小马闸上 看着对门的 成家墨轩 能让成三爷爷吃憋 心里 是有些小得意的 只是准不防地 身后传来一句话 让他吓得差点一屁股 坐到地上去 连忙回头 却看不知何时 罗绍迁就坐在身后那株 老槐树下 一身邋遢 脸上 额上 还一片青紫 看着 落魄极了 这等席地而坐的行径 想来以前打死他 都不会干的 而今全是理所当然 这姿神情倒还淡定 只是那眼睛 时而露出粪粪 自嘲和不甘的神色 才让人觉得 他的心情并不如表面上那么淡定 感谢观看